中华职棒全明星赛第二天 赛前球星跟啦啦队献上了粉丝福利 签名拍照来者不拒 而重头戏也是首度举办的 中职四位教练的PK打准大赛 王健民连三次挥空 也成为今日本场最大笑点 球星啦啦队女孩赛前献上粉丝福利 难得有机会跟王健民要签名要合照的 现在通通都在赛 中职明星赛第二天 啦啦队女孩们还有什么压箱宝梅 端出来 非常期待看到所有女孩可以一起做撞凶 哇 昨天真的是这个阵仗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非常喜欢 我们一撞那个球迷就欢呼声就起 这样 让大家手机都举起来 然后我就瞬间有点色恐 我就直接蹲下去 我想说不要拍我 新生代最行女生伊丽 首次登上明星赛一首夜宝第一圆曲 让大巨蛋一秒变身力宝乐园 满场球迷超热情 让伊丽好难忘 终止明星赛最终章 全新战绩挑战赛单元 球迷最爱哪一怕 我赢 我觉得他很有power 他打击得出速很快 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年纪啦 所以是总教练的粉丝们 所以前面那个 中来出来打很有趣 而且最好是 最好可以对决 敲碗 敲碗 球迷期待的众同事叫你总的出来 打台冈胸英宗教练 红一忠VS王牌投手王健民 来场打准大赛 让众人们打得好累 王健民连三次挥空更是效果十足 还没有落空我是有点意外的 因为我刚刚赛前在旁边 我有试打嘛 还有一颗落空的 然后在可能我是比赛型的吧 后来他公布我第一名 我实在有点吓到 所以我才说是不是年纪大的 他的那种取分的标准放宽 终止明星赛由大巨蛋加持 让进场人数屡创新高 棒球赛事也成为球迷们 周末假日首选 见综合报道